10月18日又到了周迅生日这一天 过去的12年 每年的这一天 陈坤都会准时卡点晒照 为周迅庆祝生日 今年陈坤也同样晒照 为其庆生 却为卡点 周迅的美貌无需赘述 他真的就是天生的明星 有一张非常漂亮的脸庞 陈坤的晒照中 有一张周迅戴着墨镜头扭 向一旁的侧颜照 周迅的侧颜也那么完美 被风吹起的短发凌乱却飘逸 周迅撑着一把大伞坐在草地上 他身穿和散颜色一样的无袖 背心长裤套装 头戴浅色鸭舌帽 目视前方 这一幕画面好美 周迅身穿宽松家居服 坐在地上闭目陶醉 周迅的小巧灵动 可以轻松驾驭各种发型 微卷期间短发披在身后 看起来也好美 说周迅是落入凡间的精灵 一点都不为过 不仅人美而且演技超好 每一部作品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他的演技优秀 到连严格的秦海露都会夸赞 今天是陈坤第一次为卡点 为周迅庆生 虽然如此 但丝毫不会令人怀疑 他们的身后友谊 网友们却乐了 纷纷调侃陈坤为卡点的原因 有说他喝多了睡得早 有说他熬不住夜了 调侃归调侃 还是要祝福陈坤周迅 友谊长存 也祝周迅生日快乐 听说长得好看的都行 好 好 好